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前一天才参加伊朗新总统培泽斯基安的就职典礼 没想到隔一天 就在当地住所遭到暗杀 哈马斯证实领袖的死讯并指控幕后黑手就是以色列 哈尼亚近几年都躲在卡达 但以哈战争期间有三名儿子和四名孙子死于空袭 他的媳妇在镜头前向公公道别 由于哈尼亚也是谈判的代表 恐怕冲击后续停火协商 但外界更担心中东地区可能爆发更广泛的区域战争 因为哈尼亚遇刺前不久 以色列才宣布击毙真主党最高阶军事指挥官 说要报复上周六攻击以色列足球场事件 受到以色列汉真主党情势升温影响 多家航空公司以安全为由取消往返贝鲁特的航班 因为过去不论黎巴嫩内战或2006年的战争 机场都曾变成攻击目标 铁新闻 综合报道 马上来关注是中东的局势 难道现在又要一触即发了吗 因为以色列在24个小时之内 已经发动了两起的报复行动 第一起是针对28号戈兰高地被攻击的事件 他们在贝鲁特的近郊 以无人机击毙了真主党的高阶指挥官 另外在隔天又在伊朗的德黑兰成功 厮杀了哈马斯的政治领导人 而这两起的攻击都是在伊朗跟黎巴嫩的首都来进行的 也充满浓厚的挑衅意味 以色列占领区戈兰高地 28日遭袭击 共造成12名孩童和青少年丧生 以色列指控是黎巴嫩真主党所为 周二一军展开报复行动 空袭真主党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的指挥中心 击毙了真主党高阶军事指挥官舒库尔 另外还有三名平民丧生 这名指挥官也是真主党领袖的顾问 以色列相信是他策划了戈兰高地攻击事件 美国也将他列入恐怖分子通缉名单 指控他对西方势力发动攻击 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 事后在社群平台上发文 弄呛真主党踩了红线 所以进行报复行动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升温 贝鲁特机场这周取消了十多架国际航班 真主党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早有心理准备 前一天 黎巴嫩外长还与真主党高层会面 呼吁双方克制 刺杀事件后 黎巴嫩看守总理米卡提 谴责以色列的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也极度关切 忧心会爆发区域冲突 正在跑竞选行程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也敦促以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以色列没有为中东情势降温的打算 周三 以国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暗杀 击毙了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 不过以国军方不愿评论这项消息 哈尼亚到访伊朗 是为了参加新任总统培泽斯基安的就职典礼 遭刺杀的前一天 他还与伊朗新总统会面 哈尼亚在1980年加入哈马斯 之后地位不断提升 2017年被任命为政治局主席 他大多时间都待在卡达 今年4月 他的家人在加萨遭以色列攻击丧生 哈尼亚是哈马斯四位领导人当中 最温和的一位 哈尼亚的政治头衔是哈马斯最高领导人 但实际上真正指挥哈马斯军事行动和政治方向的 是加萨地区领导人辛瓦尔 这项刺杀行动对以色列人职性命造成威胁 以哈停火协议恐怕又要落空 以色列在24小时内发动两起刺杀 而且还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首都 报复和挑衅意味浓厚 哈马斯已经呼吁所有巴勒斯坦人 对以色列进行攻击 伊朗政府还未对事件做出回应 但想必不会善罢甘休 中东紧张气氛 越来越接近费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消息 就是以色列出手了吗 竟然哈马斯领导人 才出席完伊朗总统的就职 就在首都遭到暗杀身亡 这个消息也是刚刚的最新消息 伊朗表示哈马斯领导人 哈尼亚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 住所遭到了暗杀 哈马斯也在声明中指责说是 以色列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 要对此负责 然后还讲说这是一个懦夫行为 绝对会采取报复 所以现在看起来 伊哈是不是真的又要再度升温了呢 伊朗电视台他们的分析也讲说 这应该就是以色列下的手 但是我们看到五角大下 赶快跳出来讲 奥斯丁说 既哈马斯首脑遇刺 现在华府将会协助以色列面对任何可能的攻击 避免中东战区的战事扩大 但是恐怕现在看起来 这个局势是的确有升温的一个迹象 那以色列总理现在纳塔亚胡也下令所有的官员保持沉默 不要对外发表评论 所以看起来这个伊哈冲突一触即发 恐怕要这个更加升温了 因为哈马斯的现在目前的领导人士已经遭到了暗杀 除此之外的委内瑞拉这边也是大乱的情况 现在目前委内瑞拉已经挤满了反对马杜罗连任的这样的一个反对派 那在街头上面这样的抗议的行动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 还有749名的人士现在已经是被逮捕了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这个其实包含了在街头也好 或者是在机场也好 都出现了一些抗议群众的占领 他们讲说希望马杜罗可以归还政权 还有撕毁焚烧 有他一些肖像的海报 那警方也跟这些民众发生了冲突 那截至30号已经爆发了 大概将近200起的反政府示威 那同样的这个马杜罗也在他的总统府 现场直播表示他的现在目前的部队 针对暴力示威者将会采取一些强烈的行动跟手段 那其实这也不是第一回 因为在2019年当时呢 这个美国就已经有要策动就是反对派 那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个瓜伊多 其实是美国要扶植的一个反对派的政权 现在是不是要复刻这样的一个反对派 再来取代这个马杜罗呢 这样子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关注 那马杜罗讲说这个其实 韦内瑞拉他们现在中选会宣布 现任的总统马杜罗囊括了过半的选票 顺利连任 那反对派的这个候选人就讲说 没有我们的民调才是比较高的 这感觉上面这一位可能就是这个 瓜伊多的这个2.0版 那再来马杜罗现在也有一个强硬的举动 就是驱逐了七国的大使 那就是因为这些大使可能是 觉得对于马杜罗的胜选 是抱持一些怀疑的态度 所以他也采取一些强硬的回击 那甚至呢 连马斯克跟马杜罗之间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互相隔空呛下 这边是不是有商案 我们是不是可以听一下 好我们来听一听 所以马斯克就在X上面 转发了马杜罗宣战的这个影片 还讲说驴子之道都比马杜罗多 但是马杜罗呢 他一直以来都是比较亲中的立朝 跟美国是比较不对盘的 在时间倒转 当时美国要扶持瓜伊多的时候 其实马杜罗就非常的生气 他甚至还在这个 这个等于说在集会的场合上面 呛吓说要跟美国断交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影片 对因为他对美国总是这么强硬的态度 所以这一回会不会又是美国来主导 这样子来这个策动反弹这个马杜罗呢 所以我们来观察一下 现在这个尾巴也好 或者是委内瑞拉也好 看起来都非常不平静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建老师 对因为这个委内瑞拉事实上 他这个跟美国的关系 不是从这个 这个马杜罗开始 马杜罗的前任就开始 对对对 那这个关系让美国就不断的对 委内瑞拉进行各种经济的制裁 使委内瑞拉本来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 到现在经济破产 所以委内瑞拉因为美国的干涉 现在已经这个 这个整个国家兵于这个 怎么讲呢 这个有点解体的感觉 你知道现在很多这些 委内瑞拉老百姓 因为没有办法生活 所以都变成络逸于土于去 这个墨西哥的路途上 成为美国现在 这个非法移民的大宗之一 那这是当时美国所始料 我未及的 把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经济高垮了 结果难民都跑到美国去 让美国的国内也一起混乱 那就是说马杜罗选举的结果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 是看到西方国家一面倒的 媒体报道都说他选举作弊 对所以马杜罗说他没有作弊 对那你要看 这个马杜罗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的声势也非常的大 支持他的人还是占的非常多的 所以只可以说现在 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是高度分裂的 对他们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美国支持的那位候选人 也是没选上 瓜伊多 瓜伊多 可是呢 瓜伊多自己宣布当选 然后呢 美国予以正式承认 所以委内瑞拉当时的选举选出来 变成就是说当时的马杜罗他说胜选 结果选败的呢 他也说他胜选 结果美国支持 瓜伊多 那这个支持的没有 支持的没有太久 大概一两年 瓜伊多自己知难而退 他自己下来了 所以结束一场闹剧 那这一次又到了选举的时间 我觉得 委内瑞拉你说他乱吗 也未必 他该选举的时候他都选了 对不像乌克兰该选举的时候 根本连选举都没有了 对不对 那我也认为他愿意把出来选举 就是他对政局应该有所怎么样 有所控制 有控制才会这样子选举 那现在就是说 今天在这个又是一个历史重演 那现在选举败选的这个 这个候选人又开始呢 这个马查多又开始怎么样 开始在街上走街头运动 不过这个失败了走街头 那跟我们成功还走街头 很奇怪 是很强烈的退比 那现在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抗议 最后会不会继续下去 完全看外力有多少的支持 我想他内部的力量 并没有大到这个程度 因为你这个军警 如果是在马杜罗 他的控制之下的话 那这种风波就闹得不会太大 而且你看马杜罗 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已经摆明了 美国就是帝国主义 要把美国赶出去 那现在就看美国 对这一场内部的动乱 第一我们不知道 美国扮演多深的角色 那美国有没有真正的意愿 要把委内瑞拉 再搞成一个失败国家 因为委内瑞拉事实上 如果变成一个失败国家的话 事实上的话 他的难民往美国跑 对美国也不见得有利 那现在以色列这个情况 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危机 因为哈马是 这个领袖是他的实质的领袖 地位非常的高 曾经当过这个 这个加萨走廊 这个当时就是说 巴勒斯坦还没有分裂的时候 当过哈马 就是说 哈法 这个加萨走廊这边 这个巴勒斯坦人的总理 所以地位相当的高 那他怎么死的 有两个传言 一开始说 他在 他在这个 德黑兰的住处 有一个 所谓的 犹太复国主义的杀手 进去刺杀他 然后把他跟他的一个保镖 给刺杀了 过了没有多久 又有一个 新闻出来说 不是被这个杀手刺杀的 他的住处 被一枚飞弹击中 被一枚飞弹击中 所以就是说 这个不论如何 这是一场暗杀的事件 那现在美国已经 很快就说 我们会跟以色列人 站在一起 那巴勒斯坦的哈马斯 他们现在呢 也是 也是扬言要报复 所以 有点山雨 欲来风满楼 那么会不会 引起一场恶战 一场大战 就不得而知了 好 请教顺风哥 全世界 可以公开暗杀人的国家 大概历历在岸的 应该是以色列 因为暗杀是一件 很懦弱 很卑鄙的行为 即使双方的国家 都发生了先战 连这个暗杀都很少去使用 现在呢 所以以色列 他的记录那可多 可是你又能怎么样 因为他是美国人的爹 美国人去支持 当哈马斯发动了袭击 带领了人子 造成了以色列的伤防 以色列出兵 是因为你哈马斯错了 所以我出兵合理 而今天你以色列把 哈马斯的领袖 就这样干掉了 那请问 发动战争合不合理 但是美国的立场很简单 那哈马斯你发动袭击 你用的人子就不对 你应该先晃得再说 那现在呢 被暗杀了 美国说是很危险 但是我们力挺到底 世界的动乱不就是美国的态度吗 我们再想想看 台湾很多人讲 大陆威胁我们 恐吓我们 干预我们 但是经济上让台湾不断的获利 每年有将近三兆台币的 这一个怎么样的顺差 可是美国是威胁了 这个委内瑞拉 是什么叫威胁法 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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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给压死 比一比吧 同样的大国 对一个不对称的地方 相处的态度又是什么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马杜罗的嫌疾里 我非常同意 介大使的一个分析 我们就要稍微看一下他的历史 基本上马杜罗的政党 已经在委内瑞拉将近20年了 因为他是最大的前任 他是前任的外交部长 副总统 然后再总统 他是选的第三任 然后很精彩的是 他们每一次的选举结果 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舞弊 都是动乱 在野党都是 失的人都是不满意 但是也不要忘了 他能够在这样子的政权下 他稳定的快20年 基本上应该是这个国家的机器 他充分的掌握住了 而在美国不断的施压 不断的制裁下 这一个国家还挺住了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说 这一个悲剧 这一个混乱 跟美国没有关系吗 然后大家看就讲说 每一次是上 这个 这个示威 就几千人 一千多人 然后呢 一千多人没有办法拍大的场面 所以你看 有没有拍大的场面 没有 没有就另外一个数字告诉你 有两百多场 那你就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 这一个故事 悲哀的是不断的翻版 我最后两个结论 我们要尊重人家的内政 他们怎么样子 又他们的人民 都方法自己去解决 这一些 南美洲的几个国家 起来抗议有没有 我也看不太懂 这几个国家的前提 不也是每次选完以后 都人家抗议舞弊吗 除了我看 哥斯大利家没有以外 我看全部都 全部都有这样的经验 第二个 就是美国在整个 南美洲的策略 就有一个 没有价值 没有道德 只有利益 你是右派 你是金人独裁 不重要 重要你是不是站在我这一边 因为我美国在那里 是拥有无限的利益的 我还是用 莫斯科总统那一计划 南美洲的国家 共同的悲哀 离天堂太远 离美国太近了 好 来 请教舰长 我们现在把眼光 如果放在中东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在刚刚签完北京宣言 经过了三天的讨论 7月23号签下了北京宣言 14个巴勒斯坦的 不同的派别 签订了北京宣言之后 这个就是安内 安内之后 就要开始跟以色列 来讨论未来关于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 的两国方案的事情 而且这一次签订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 他还特别提到 三步走的一个路线 第一个是推动 加萨地区持久的 全面的 以及可持续的停火 第二个也就是 巴人制巴 也就是其他国家 不要把手伸进来 第三个也就是 除刚刚盛峰老师讲的 有关于两国方案最重要的 也就是让巴勒斯坦的这个国家 正式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那这个部分 我们也已经看到有一点进展了 那为什么 哈马斯的最高的领袖 就这时候被暗杀 分明就是要挑起这个战争 也就是尾巴 不可以和谈 那这个谁在背后呢 我想刚刚经过了 大使跟圣丰老师的铺陈 大家大概心里 总有一点抵触 那个总有一点答案 那其实我们讲这次 无论是被飞弹打到 或者是被暗杀的 这一个哈尼亚 他其实看起来说话很强硬 但是他其实在这个教派 就是各派别里面 他是比较温和的 如果他都没有办法 支撑着这个巴勒斯坦 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的话 那后面就很 问题就很大了 那至于委内瑞 委内瑞其实也就是大家讲的 现在穷的只剩下 石油的资源诅咒 这个诅咒到底是如何而成的 也就是他生产石油 但是美国也因为这样 就各种制裁他 那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 马杜罗他选委会说他获得51%的选票 刚萨莱斯得到他自称 也就是他的对手得到73.2%的选票 现在可好了 现在其他国家不承认 不承认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 然后立刻两国就已经驱逐自己的 对方的外交官 所以这件事情还要继续的观察下去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忙回来 好 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线上 我是潜子介绍这一个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老师 潜子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 潜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下不到100天了 而现在这个是川普对上贺锦丽的大战 并且从广告战开始开打 我们看到了共和党的川普制作了一个最新的广告 他攻击贺锦丽说贺锦丽是边境沙皇 是失败软弱又危险的自由主义者 讲的是过去四年拜登跟贺锦丽执政期间 有超过一千万名的非法移民啊 越过像这样的栅栏进入美国 那当然对很多美国人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而另外贺锦丽在这个拜登退选 他宣布参选之后 看起来他的这个形式好像真的大好了哟 我们看到包括他的这个支持率 我们这个是来自于路透社的支持 说是他的这个总支持率是43% 领先川普1% 而且他的好感度有46% 川普的好感度只有41% 数字差距不大啦 可是两个人有点紧咬 所以现在是谁胜谁负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访问 好观众朋友你刚刚看到的是 川普他制作的广告 他批评贺锦丽是边境沙皇 这是一个广告片 现在已经在全美各个广播电视台 各个所谓的电视台 以及网路上面强力的播送了 据说花了很多的这个预算 而另外我们看到贺锦丽 他还有一个亮点 因为他的副手人选还没决定嘛 所以他打算把他当作一个秘密武器 下个礼拜说 把这个人选宣布之后 一起造访摇摆州 显然他胸有成竹 他可能认为这个副手会为他加分 可是美选没有那么高尚 我们要讲的是美国大选 其实有很多很肮脏的部分 像我们台湾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候选人选举说 哎呀好肮脏啊 可是美国也一样 你看到过去啊 像是贺锦丽的底都被挖出来了 Fox News的这个主播讲说 哎呀他是靠睡上位的 还另外呢 我们看到范思 过去大家知道 他的出身蛮曲折的 是美国白人的下层的 这个阶层起来的 他有一本类似自传的书 里头写一些细节 包括这个也被 这个作为很多的文章 而另外我们看到范思 他在两年前曾经讲过 批评过 像是民主党有很多不生小孩啊 这些女士们不生小孩都养猫啊 他在这个暗喻或者民视 这些自由主义派下的人 在控制这个国家 让这个国家的保守 基础的价值崩解 而看起来这一番话 被民主党拿来 作为攻击的对象是发笑了 所以我们看到川普出来洗地 川普出来撕标签 他力挺范思 说我们只是想要试图表达 对家庭生活的重视啊 我们不是要攻击女性啊 我们也不是说没生小孩的就如何如何啊 是希望大家回归家庭 要有家庭的价值 我刚刚讲到人格毁灭 说是范思跟沙发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有很多小报 或者是一大堆的传言 其实对于各种的 很肮脏的这个 一些说法 其实都在媒体上面被呈现了 而另外我们看到现在啊 贺振营出招 他的招数是什么 帮川普跟范思贴上一个怪的标签 我觉得他们很怪 讲话很狂 所有的想法也很怪 这是贴标签方式 而另外今天有一个世界大头条 我们必须要告诉观众朋友的是 哈马斯的领袖 在今天台北时间大概是中午的时候 传出来在伊朗遇袭身亡 这件事情很重要啊 中东的紧张局势看起来 很快的就升级了 那这位先生叫做哈尼亚 他是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 那本来他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 那不晓得为什么 到底是谁来暗杀他 所以他遇袭身亡了 我们看到原油跟黄金的价格 在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 立马冲高 因为代表可能中东 又会有一波不稳定的局势了 而我们看到了这个 哈尼亚到底是谁 下令暗杀他的 又是谁把他给干掉的呢 据说是来自伊朗境外的飞弹 一枚飞弹 集中他 把他给杀了 看起来也不是什么 随随便便的人吧 那对于哈尼亚的死法 现在外界都在说 跟以色列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是否直接涉及暗杀 这是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是飞弹空袭 那么以色列出手袭击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因为不会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恐怖分子吧 或是哪个疯子吧 我发射飞弹把一个人给干掉 大概这个可能性极低 我们看到哈尼亚他是谁 外界说他是一个温和务实派 壮大哈马斯的战力 他有三子四孙死于这一次以色列的空袭 你就知道以色列空袭了加萨这么久 造成多少人死亡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以色列的说法 以色列到目前为止 官方没有回应哈马斯领袖遭到暗杀的事情 可是极右派的这一位部长说死得好 在鼓掌说死得好 来 我们先请教兵哥 怎么看没选 没选当然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 所以双方开始一些竞选广告这些东西出来 彼此互相攻击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路透这个民调看起来好像 好像他说的是双扭转 不管是支持度好感度都扭转回来 其实是错的 你去看路透上个礼拜的民调 上礼拜是44对42 这礼拜是43对42 所以他领先普度反而缩小了 所以我觉得不要听 不要听有些媒体大概搞不清楚状况 就随便乱写 那实际上如果你去看赌盘的话 现在川普的胜率是53 贺锦丽胜率是49 赌盘 对 所以其实还是 美国这个是公开赌的 所以现在赌盘还是认为 川普是占据领先优势 那当然领先优势也不大 所以双方如果谁犯了重大错误 或是被人家攻击到一个要点的话 那就也有可能猪羊变色 这目前还很难说 那当然 双方的副手人选 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如果你选到一个好的副手 当然会有加分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川普已经选了范思 那这个范思呢 因为他是一个在某一些言论上 甚至比川普本人还保守的重人 所以他会引起争议是不在话下 但是因为他过去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认为川普团队早就评估过 他们一定是认为他的 选他当副手一定是利大于弊 他才会这样做 不然的话他干嘛 他们也 美国的竞选是很复杂 他们都拿出很多数据在评估的 绝对不是 川普今天突然之间想找范思就找范思 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些大概都在他们的预期 只是因为川普本人怪是一个事实 他常常出尔反尔 常常今天想到这个 明天想到那个 然后常常会突然之间乱讲话 所以贺锦丽去主打他的怪 我个人认为川普是很难在这一点上回击 所以川普大概也只能够动员这些侧义 或是其他的这些人 然后去打贺锦丽的这些私生活 因为贺锦丽的私生活最麻烦的事情是什么 是他那个过去的男友布朗 他现在已经90岁了 他没事还在不断的跟媒体讲 他过去跟贺锦丽怎么样 那所以你有这么一个八卦的前男友 你能怎么办 那尤其现在是选战的关键时刻 我觉得贺锦丽自己是不是要赶快去 因为他到现在跟布朗 还是保持蛮友好的关系 他是不是应该要赶快去跟布朗讲一下 叫他不要再大嘴巴 因为如果这样持续讲下去的话 真的会对他选情恐怕是会有影响的 那当然今天最震惊的消息 还是哈马斯的领袖突然遇刺 那老实说在中东地区 能够做出这样子针对个人 不是针对一个军队或一个集团的精准打击 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美国 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 那你觉得是美国干了吗 我觉得不是 所以大概就是以色列干 那以色列我觉得他没有直接承认 我觉得他也是在评估状况 就是看会影发什么样的一个效益 那你看他在伊朗这边 打死了哈马斯的这个领袖 他在黎巴那边打死了真主党的领袖 对 他现在是到处开战 好可怕 那请问一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状况 所以现在你说一些期货 一些物价开始波动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以色列这样到处点燃战火 会不会又重新引发中东的大战 因为之前各国都已经摆出正式叫嚣 我觉得美国如果再不赶快米平的话 这一次美国的大选要增加一个 不可抗拒的一个变数 是 请问有名老师 因为这个罹难的 这个遇袭的这个领袖 据说是个温和派 相对温和 不过他确定是哈马斯的这个领袖 一直以来从战争开始 甚至之前 他在选举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之前 跟法塔的选举 他就代表了查马斯 然后就掌控整个就是加薩地区 他这一次到伊朗去参加 伊朗新总统的就职典礼 居然在晚上两点的时候 在伊朗被飞弹袭击打死 这伊朗在干什么 对啊 有人已经说伊朗是不是有内鬼 我相信不会了 但是这个情报怎么会做到这种地步 保护怎么会做到这种地步 对不对 你难道不知道 这就是现在 某种程度 中东的这些媒体 穆斯林的媒体在讲 这是一个内坛亚胡的阴谋 这要找前几天 在格兰高地的12个 就是学生被炸死 那以色列就说 这个是曾祖党做的 那曾祖党说跟他没有关系 现在不知道谁做的 但不管怎么样 以色列就 昨天就针对曾祖党在贝鲁特 然后去轰炸 把曾祖党的高层 给炸死了两个人 今天又在伊朗 把哈马斯的领袖 哈尼亚给炸死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其实你看到就是说 那伊朗会怎么回应 曾祖党的背后就是伊朗 哈马斯的领袖 在伊朗参加就职 新总统就职典礼被炸死 伊朗怎么甩这个东西 是不是 然后还没有忘记 之前以色列跟伊朗 还在那边相互丢来丢去 那个飞弹有一阵子 各自都有点在作秀了 但是作秀之后 现在这一波又起来 为什么 因为美国总统 会有一个新的总统出来 连川普都讲得很清楚 当内特亚胡去见川普的时候 川普说你要结束那个战争 我跟你关系很好 我也喜欢以色列 但你要结束这个战争 奈特亚胡结束这个战争 他不就是要下台了吗 他不愿意结束这个战争 他也不愿意下台 现在死亡人数在 加大地区已经来到了 三万九千九百一十六人 三万九千 将近四万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几天 在其别的地方 也因为这个战争产生的死亡 加在一起就超过四万人 所以这个战争 我不觉得美国的新总统 不管是哪一位上来之后 会这么快的结束 因为内特亚胡跟以色列强硬派 不愿意这么结束 因为他不觉得说 已经完全掌控这个战争 讲到贺锦丽 接下来贺锦丽有两个小高潮 然后会有两个大考验 现在是蜜月期是没错 可是对民主党 他是等于是什么意思 他等于是重新启动 因为拜登真的是给他们一个 很大的心理上的压力 因为他的身体的状况 重新启动了之后 贺锦丽两个小高潮 接下来8月5号 他的副手会是谁 然后8月19号 他的芝加哥的大会的提名 这一定是一波造势大会 接下来两个考验 8月19号 我觉得到8月底之间 他一定要接受媒体访问 你谈一谈你的政策了吧 你不能总是在那边笑 他会接受考验 这个考验还好 因为他可以准备 媒体可以跟他配合 大考验就在9月10号的时候 他要跟川普辩论 这个辩论 就会对他这个大的考验 至于这个Vance Vance我觉得其实 当初川普提名他的时候 是在拜登还没有退选 而他又遭受到枪击 也就是说他已经百分百认为说 我已经一定当选 就提一个他觉得是对他比较忠心 而且是一手他把他塑造起来的 有没有可能Vance被换掉 这是民主党在说的啦 但我觉得以川普的个性 只要觉得说有助于他当选的 他都可能会做得到 老师怎么看 我非常确定的承认 美国是一个严重分裂的状况 是 那么贺锦丽本身来讲 他能够被打的地方 其实严格讲起来不多 因为他除了笑以外 就没有什么表现 而且唯一比较有表现的地方 就是拜登叫他去负责边界的事情 那边界的事情的话 他自己边界没到 但是反而做出了非常多 非常难以想象的情况下 比如说要给非法奈民党的健保 因为这个健保在美国 是非常敏感的议题 美国人自己都不见得有健保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川普现在的话 就是打他就是叫做边界撒谎 基本上的话 就是说强调这个人没什么能力 那么这个一般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一招非常有效 我觉得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他原来的 那个丑闻历史 因为这段历史当中 他自己很难赖掉了 确实是因为除了老少配以外的话 就是以自己的情况下 扶摇直上 那么一路上 我也不会用那种比较难听的字眼 但是我觉得 在一个分裂的国家下 选战达到这种地步的话 是无可厚非的了 大家可以期待 就是会有更精彩的现象出现 但是我倒是想要针对于 这个哈尼耶的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的话 讲起来我必须要强调 就是以色列是赖不掉的 因为以色列之所以迟迟不愿意承认 就是要一种故意做态 我刚刚就心里想到 以色列的情报单位实在是太厉害了 莫萨达是非常厉害 但是我甚至于想到 就是有美国的帮助 才能够这么准确的 这一颗飞弹是打到德黑兰去 因为前面的话 就是珍珠党 珍珠党的话 阿拉伯文家赫斯布拉 赫斯布拉的话 其实是在黎巴嫩南部 也是在以色列的北部 没有到达贝鲁特 但是以色列发动的话 这个倒是大方的承认 就是说因为他们 以色列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反正你在我的足球场上 干掉12个人的话 如果我就要给血债写还 这是以色列一关的作风 但是我觉得 把这个飞弹打到德黑兰 伊朗的首都 然后在哈尼亚参加 伊朗的新总统的 就职典礼的过程当中 凌晨2点钟 就是这么准确的 把它干掉的话 这里面的话 凸显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线索 就是说 我觉得整个中东的问题 原来以伊朗就不太敢动手 因为刚刚提到说 是有关于伊朗 以色列跟伊朗 直接来来回回 如果你看到事情发展的 这个前后脉络关系的 你会发觉说 伊朗本身来讲 除了叫他底下的小弟 这个对以色列 构成一点困扰以外的话 他自己是不敢 直接下来参战的 然后这个情况的话 逼得伊朗现在 非常非常没有面子 所以伊朗本身来讲的话 他愤怒的情况的话 如果说中东的问题 接下来会暂时扩大 因为大家知道 原来哈尼耶的话 一直是住在卡达 他不是住在加萨走廊 他在卡达这边就是 隔空发号司令 所以他是比较温和派的人 我很难想象的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哪里来的 但是对以色列来讲的话 只要是哈马斯的 通通疑虑要清楚 而且他本身来讲 毫无疑问的就是一号人物 以这种方式壮烈牺牲 对于加萨走廊的巴士来讲 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未起 那么现在大家就期待看 伊朗的表现 我觉得中东地区乱下去的话 美国也会跟得麻烦 没有错 现在中东看起来还会再更乱 那未来的状况我们不知道 不过对于美国 或者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还有另外一个头痛的地方 包括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是不是联手 再加上北朝鲜 也就是北韩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